- 巧笑就有了 - 哇 - 爬點悲劇了 - 剛剛Oryx從 Bypass 5 到 Bypass 12 都介紹了一輪 - 然後有一個東西始終不變 - 就是 Online Help 的 Documentation - 這件事情 - 把這件 Online Document 變得很有趣 - 所以它弄成一個很有趣的專案叫做 Sumo - Sumo 在日本就是大小圖的那個意思 - 不過我比較難做出那個動作 - 那是三秒尾啊 - 那是三秒尾啊 - 那是三秒尾啊 - 好 - 那Sumo這個專案 - 它是一個Sepore Moziah的一個縮線 - OK - 那我們在兩年前有一個活動 - 在 Moziah的Sumo Team - 有特別錄了一個影片 - Hello Taiwan - Welcome - I'm David Webster - 給我打開嗎 - 你好 - I'm here - I'm here - Thank you for coming together - 從 Moronday - 從 Moronday - 我們在那一面 - 做了一個Sumo Party的活動 - 這一個活動 - 讓大家可以認識到說 - 其實 - Good Elf - 我把它重重播一下 - OK - 讓它搭配 - OK - 讓它搭配 - We have six million Chinese-speaking users - And as you know - Not everyone is a computer expert - That help is extremely important - So your work will benefit millions of users out there - So all we can play is - 只要分享 - If you need any additional help - You can always find us on IRC - Thank you - Thank you - OK - This Sumo Team - 他們 - 地點應該是在 - 在德國那邊 - 好 - 然後 - 這個 Sumo 的 project - 會有趣 - 是因為 - 原本 - 大家可能會以為說 - Community - 或者 FireCast - 或者 Mozilla - 這一個 - 這一個大型的自由軟體專案 - 必須要匯寫程式才能參加 - 那 Sumo 這個專案 - 讓大家變得很輕鬆愉快 - 可以入門 - 它先從翻譯文件著手 - 而且你的貢獻可以馬上被 - 像剛剛那個 - 卡蒂爾馬上 - 它就說 - 你的一次貢獻 - 可以馬上被六百萬的使用者看到 - OK - 整個 communication的體系 - 從組織一直到產品 - 一直到終端使用者 - 那他們在裡頭 - 離使用者比較近的就是 Sumo - 然後 Blog Website - 這個呈現的介面 - 所以使用者從終端去看到這個產品的時候 - 它會有很多的使用體驗 - Sumo 是其中的一部分 - 當使用者遇到了使用上的問題 - 但他身邊沒有其他的 - 它等人可以詢問的時候 - 它第一個步驟可以先走蜘蛛式的求助方式 - OK - Sumo 就會是它第一個遇到的文件 - 當它點選了 - Browser Firefox 裡頭的 Help 的時候 - 它就會看到 Sumo - OK - 好 - 剛剛有提到一些說 - 如果在社群參與裡頭 - 譬如說參與實體聚會 - 或者在電腦上 - 大家要參與這個社群 - 有一部分 - 如果你是Developer - 你可以從 - WIKI 那邊拿到接下來的 Role Map - 你可以從 - OSEA Developer Network 裡面 - 拿到接下來的 - 技術文件 - 然後你有可能會參與 IRC - 或者 Foreign 上面的討論 - 進一步的去參加這些開發工作 - 但有一些譬如說 - 我很久沒寫程式 - 或者是有些人比較不會寫程式 - 或根本沒有碰過寫程式 - 但其實他們有一些入門的地方 - 就是可以從SUMO這個project來做參與 - 每個人都有一個貢獻 - Open Source Community 的一個方式 - 大家都可以找一個入口進去 - 像 MDN - 這個 Developer Network - 現在也是很 - 邀請大家 - 一起來參與這邊的翻譯工作 - 這一個是Modea的WIKI - 他們的RAWMAP - 還有相關的Project - 相關的會議紀錄都會記錄在這邊 - 所以怎麼樣去看到新的Community的發展 - 然後怎麼跟你的工作 - 或者客業上面的方向做結合 - 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- 然後這是Blog - 那這個東西就是 - 當使用者按下HELP之後 - 他會來到了一個地方 - 不管是Desktop的桌面板 - 或者是Mobile的行動板 - 都會有一個入口的地方 - 讓他進一步行 - 找到他想要解決的問題 - OK - OK - 好 - SUMO 其實講 - 講到很後面 - 它基本的概念的組成 - 它就是一個WIKI而已 - 只是它這個WIKI - 有幾個困難的地方 - 它必須要support - 整個Global的全部的語氣 - OK - 可能有六七十個語氣 - 是它主要要支援的 - 那中文 - 身體中文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- 所以 - 原本的 - 剛剛看到那幾個在大恐龍旁邊的Sumo Team - 他們就是在Build up這一個系統 - 然後 - 這個系統Build up出來之後 - 方便每一個語氣的志工 - 可以很方便的參與 - 做文件的翻譯 - 文件翻譯完之後 - 它就立即可以上線 - OK - 這是Sumo Team - 他們的主要的一個挑戰 - 那他們有幾個主要的目標訴求 - 來Build up這個Sumo的系統 - 第一個是說 - 希望藉由Sumo - 然後有很多志工 - 很多社群成員的參與 - 來讓使用者 - FireFast的使用者 - 或者其他Modea的產品的使用者 - 能夠得到更好的使用者體驗 - 那使用者跟Prada之間的互動 - 也可以藉由Sumo - 來提升他們之間的互動的層次 - 更重要的就是 - 這個提供了一個 - 讓所有的User - 有興趣參與社群活動的User - 它是一個很方便的Entry Point - 一個入口 - 讓大家除了平常在網路上 - 不知道要去哪裡找Help - 或者是你有滿腔的熱血 - 一直想要教人家來用Firebox -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入口 - OK - 為了完成這樣子的跨國的Wiki的系統 - 一個跨國的Online Help的 - 線上說明的一個文件系統 - 這個Sumo的系統有幾個挑戰 - 還有需求 - 就是說它必須要很穩定 - 然後文件的quality - 文件的內容都需要被Control - 因為它會需要有 - 會有一個審核的系統和機制 - 來確保文件裡頭不會引導使用者 - 用了錯誤的操作方法之類的 - 然後它必須要很方便的Access - 它就直接整合在Firefox的這個Browser裡面 - 直接點Help就會過來 - 然後它整個文件的架構是 - 一層一層疊下來的 - 它有些共用的地方 - 它就把它做成一個Template - 一個範圍 - 所以可以三四份文件 - 當比如說提到Firefox Stick的時候 - 它就把這個Template直接include進來 - 然後還有 - 像剛剛Auris - 它提到Firefox 5到12 - 每一個版本的操作界定有可能會不一樣 - 操作步驟也有可能不一樣 - 在這裡頭它也有提供了一個Solution - 它實際的運作方式就是 - 先讓大家可以很輕鬆愉快的參與 - 只要註冊一個帳號 - 比如說 - 只要大家來到這邊 - 註冊一個帳號 - 之後就可以進去這個Sumo的翻譯 - 翻譯的動作也很簡單 - 在右上角就會有一個翻譯的 - 說我要翻譯 - 然後就去選 - 好 - 然後就選到最底下 - 很好選 - 它就在最底下 - 一塊比較多 - 正題中文選下去之後 - 把格子填一填 - 把文章翻一翻 - 閃避之後就完成了 - 好 - 所以它是一個很簡單參與 - 每個人慶哉 - 或者待會你晚上回家之後 - 你就可以馬上翻譯一天 - 然後你就參與了這整件事情 - 然後就有600萬人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- OK - 這跟寫程式一樣的是輕鬆愉快的參與 - 那它會這整個Sumo的系統 - 會去分配給每一個語系 - 它會有local的leader - 或者local的owner - 它會有一個stage - 當大家翻譯完了之後 - 它這篇文章會馬上發布出去 - 所以它可以控制一個quality - 它讓local的leader - 把這個文章看完 - 檢查完 - 看看有沒有什麼錯字 - 或者錯誤的概念 - 會影響到使用者 - 把這些文章審核完之後 - 再發布出去 - 所以它是有一個stage的概念 - 接下來第三個是 - 它有一個for的 - 反正它是個wiki - 它就可以加一些語法 - 它這個語法是可以控制說 - 我這個for - 是給Firebus 4 - 還是Firebus 12 - 或者是給Mac用的Firebus - 還是給Mobile版本的Firebus用的 - 每一個版本的Firebus - 連到這個webpage的時候 - 連到這個sumo的wiki page的時候 - 它會秀出 - 對當下使用者所使用的瀏覽器 - 所對應的那個正確的段落 - 這是for的功能 - 因為這些系統的好處 - 跟方便採用 - 所以所有的參加者 - 就我們 - 我們可以很專心的 - 就在貢獻這些內容裡頭 - 也不用擔心 - 其他雜七雜八的事情 - 那sumo在台灣 - 已經run了大概兩年多 - 在總部大概 - 還會再更久一些 -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每年 - 會有一場大活動 - 那活動 - 除了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- 欸有sumo就是花絕的存在 - 然後它很方便 - 很輕鬆就可以 - 就可以參加 - 比如說你上課下課 - 中間午休時間有半個小時 - 你就可以動手 - 翻一個半篇文章 - 或一篇文章 - 你可以暫存 - 然後等一下晚上下課之後 - 再繼續弄 - 或者是中午下班時間 - 午休時間都可以弄 - OK - 那sumo team - 也會不定時 - 大概一季或兩季 - 它就會辦一次 - 全球的 - 全球的 - 全球的 - 一天的賽跑 - 然後就會從 - 北東阿 - 美西歐洲 - 然後一直到亞洲來 - 就每個人都可以 - 每一區的每一個語氣 - 都可以做個三四個小時 - 然後很專心的 - 完成一些進度 - OK - 那以上就是簡單的 - 介紹Sumo這整件事情 -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- 待會兒我也會在附近 - 那不叫Earlist - 歡迎大家來問問題 - 感謝 - 謝謝 - 財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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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